你是不是不相信這條影片 因為這幅畫講木梨花 因為有人對木梨花革命反應是好過問的 如果我投了這幅畫 被人過分解決的時候就無謂了 這樣吧 一口價算數 國外都很高 五萬元我要玫瑰花 好… 玫瑰花 原本價錢是一千元 負責會 有朋友很奇怪 很奇怪 2010年 社民年1957公投 我在城市論壇 多次跟他們對戀 從寫文章裡面來 我已經是主張 但今天呢 我又來買桌 又捐錢 最重要的是 我是認為 一國兩制本身既然是 保持原有的資本資 制度和生活方式 我們要理解 存在的確定意識 香港既然是資本資的社會 當年派生資本資的價值觀 所以 如何正確對待泛民之派 是一國兩制的重要問題 你要那個 準確地 完整地理解 那兩制 就要正確對待泛民之派 如果抱著一國二宅的思維 或者是敵對 茅台的心理 來渴退 這個泛民之派的話 我想問一問 一國兩制呢 本身就是 他不可再做 台湾過漢 如果你把泛民刀到敵人 我懷疑 2017年都要 你濟死劇到七局 我問你 怎麼可以令到… 林鄭英可能會拖延這十五年 怎麼可以令到台灣的國民黨 雙法不見係 真真正正 道綜以為兄弟在 張紅一笑敏真仇的誠意 好… 所以民族大義 黃一大義 方先生香港的內部笑容 我是認為 在2017年裡的特首 普選當中 我們要記住 循序接觸 是基本法的立法原議 既然2007年 都有梁家傑 關民的代表 入都站 既然2012年 都有河敦人 代表關民入都站 何以… 在2017年裡 不可以呢 是… 所以… 我認為 一定要有一個普及二 這個平等的選舉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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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開心 你看照片 明白… 是說不ust 可否壞 vague 聰明 拍照… 別讓你拍照 郑非被你送到 好… 快計 每人簽罵 謝謝 你再給他們大聲 partout 當中一粵 來左él 你的話 大 1963 當第一批保吊路線 被日本政府強制權帶來香港的時候 我曾經打電話給CY 建議他設立機場來接機 然後後來在22號的時候 啟風2號保吊船 回到接車隊馬堂的時候 我再次提議他們來接船 後來又沒有接機又沒有接船 當時我在電話裡面說的是什麼呢 我說保吊不分左中右 道理就是抗戰 也不分國民黨和共產黨 我說某人你知道當今的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 首都北京 刻刻就說在首都北京有一條張子中路 同盟國路 趙登玉路 這三位都是國民黨的高級署領 這個張子中是國民黨三十三十團分 總之令上將 這個趙登玉是29分的司長 同盟國是29分的副本養 都說在國民的戰場為國圈區 所謂的動態領導下 北京都可能有三條馬路 突然觀光 所以我同樣的道理 阿牛阿和舟那些 是這個民主派的人又如何呢 對不對 我已經知道 既然阿爺 由中央到地方報告都說 撞災中華這次 做什麼不接船 不接機 所以我就提出了公開的批評 那我今天裏面呢 再次在五萬元圖的畫之後 再來五千元買歷史的畫卷 是對抗日戰爭的時候 所反映出一種功夫功能 用民族團結的精神的蹤記 多謝各位 好 謝謝